这个话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有关,就是这个第2个单元,里面的所谓的那个批示新增工作表,跟那个把资料再复制过来,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重新再产生新的资料的话,可能还需要删除工作表,那怎么做,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第一件事情,请各位待会先在那个L栏的地方,先帮我产生一个什么,一班二班三班,那为什么需要 我们需要这个清单,因为待会我们要跑回圈,那跑回圈的话就是什么,for i 等于第2列到第4列做什么,取得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做什么呢,就是将来我新增工作表之后,然后呢,我可以把那个名称把它放在那个工作表上面,写的方式的话,我先大概run一下,第一个,请各位一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第二个的话呢,新增一个sub,名称叫 批示新增工作表 我先弄一下,应该理论上这个没有问题,资新 OK,有没有,一二三班就出现了 有没有,这个 最后它会切回到第一个工作表 那当然可以新增之外,我们还要再练习第2个 怎么样把它删除掉 删除掉的话,在这里 直接执行 3点还漏掉一个 3点还漏掉一个 因为我这边写,然后写到 for i 等于 血点抗,应该到2才对吧 OK,把它直接就这样 好,就这样子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 请各位待会呢,把第一段程式,我再说一下 第一个的话,请各位在这边输入一个叫批示新增工作表 那工作表如何新增,如果一般的话是这样的,我们用ctrl ctrl 加g 好了,我们要即时运算四双,这边来练习好了 如果你要新增工作表的话,你可以用 特别注意哦,接下来请各位要学会一个物件,叫shits 加s shits 它点下去之后的话呢,如果你要新增工作表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加一个add add 的话意思是说,你要新增工作表,有点像 你这边有一个叫,按下这个按钮 那后面的话,它会出现几个讯息 请问一下,你要新增到工作表是在前面呢? 还是在后面 OK,一般的话,我们通常会新增工作表应该是放后面比较多 不过如果你想要放在前面的话,也可以哦 OK,也就是新增,不过我们是希望放在这个序折一的后面 所以特别是后面你可以打一个after 冒号等于 冒号等于就是你要针对 这一个部分去传递 after 是一个参数名称 等于什么呢?就是在哪一个的后面 我要在那个第一个工作表后面,所以你可以打一个 哪一个工作表 shits 一样 刮图 哪一个工作表呢?你可以用index 1好了 第一个工作表后面 OK,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新增工作表在第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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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程式了 那这个时候我把它按enter好了,OK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执行这一行 你执行这一行 再来的话呢 目前这个工作表 所以他基本上新增之后 他就跳到最前面了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目前的这个工作表 所以我希望把它重新命名 那重新命名的话呢 我们可以 利用这个shits 的名字,点面就可以了 所以 再来的话呢 我后面可以 针对这个 工作表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工作表是第几个啦 所以 这个地方有几个方法 我可以用shits 当然你可以把shits2 shits2 这个 的名称点面 等于什么呢 也许你这边可以把它点 一般 这边我树立一般 OK 假如说 这一个 第2个工作表的名称叫一般 所以你enter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边 名称改为一般了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连续动作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必须要写一个回圈了 所以回圈的方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写成什么 for i 等于第2列 到第4列 做什么呢 我把这先删掉一下 意思就是说 我将来会需要抓 这个l 栏的名称 所以for i 等于第2到第4 做什么呢 接下来的话 一样做那个刚刚那个 新增工作表 所以我这边的话 后面加一个shits 点add 然后 after 特别注意哦 后面我刚刚是shits的1 我本来是用shits的1嘛 但是我现在把它改成什么 shits.com 这个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加shits.com 其实意思就是说 目前工作表的数量 是几个 有没有 所以如果用shits.com 目前一个嘛 所以呢 这个地方shits.com就是1 如果将来又多增加一个那就变成2 意思说 我永远加在 总数的工作表后面 意思说 我一直都帮我加到后面去 的意思 OK 所以这样的意思是 一直都帮我加在后面 那新增的这一个 序点抗 新增了之后的话 那如果我本来一个 增加一个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序点抗 就会变成 多一个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叙述 这边的序点抗 假如以现在状态的话 它是1 可是如果你add之后的话 下面这个序点抗会变多少 这边会变成2 这边会变成2 为什么因为add一个 所以本来一个嘛 那就变成2 意思说 我新增的那个工作表的名称要叫什么 那我就什么 直接从 第1个工作表 的 哪一个呢 这个 sales DI 也对 意思说抓这个一般 帮我把一般的这个资料抓过来 名称给他的意思 所以这边把一般抓过来 再把名称丢给他 OK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所以我这边按 F8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F8 add 有没有 新增一个 这个时候你会叙远看目前 本来是1 现在叙远2 因为叙远看已经多一个了 然后名称变成什么 去帮我抓 那个sales的ID 不过请特别注意 这边呢 如果你前面这个什么 选择1 这个没有加的话 那这个没加 又变成他要去抓 抓哪里 抓这里 这里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就抓错了 也就是将来 特别注意啊 因为跨工作表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你一定要告诉他 你这个储存哥在哪个工作表里面 如果没有加的话 程式就会发生错误 这个也蛮常 发生错误的地方 OK 一定要加 所以呢 跟他讲说 我这个是在第一个工作表 在这边 你不要去你自己在那边抓 OK 去帮我抓过来 所以 F8 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变成一般的 OK 那以此类推了 再来就二般 所以F8 再来下一个 然后意思 再帮我 放在第2个的后面 然后这个时候去点 看这边 3就多一个了 把第3个那个名称呢 改成叫 一二般 然后换下一个 然后再 3般 最后的话 已经跑完了 那 习惯上 最好把游标 再移到第1个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停在这边的话 感觉怪怪的 一般都会就要回去 所以最后我又多加一行 叫 Shit 1.slate 把它 切回去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新增工作标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特别注意 今天又多学了一个工作标物件 工作标物件里面 常用的不外物就是新增工作标 工作标命名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要移到哪个工作标 就是点slate 就是游标放在上面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 可以新增 那有没有办法删除 当然可以了 怎么删 试一下